苍州雄狮队在本轮中超迎来了大连人的挑战 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不荣有失 相比于大连队将迎来生死战 苍州雄狮队则是无欲无球 原本大连球迷觉得苍州雄狮无欲无球 可能会放球队一马 结果苍州雄狮队并没有收手的意思 相反球队还是抱着死磕到底的精神 让大连队无计可施 苍州雄狮前锋奥斯卡状态不俗 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 帮助球队2比0战胜了对手 看着奥斯卡在苍州雄狮队最近几场比赛状态和表现这么好 很多球迷都觉得足协是不是应该考虑规划他了 奥斯卡符合足协规划条件 如果足协能抛出橄榄枝的话 那么奥斯卡在下届市预赛上就可以挑起大梁 其实奥斯卡在本届市预赛开打前就被视为规划热门 当初奥斯卡在代表陕西队出战中甲时 就有特别抢眼的发挥 奥斯卡靠着毫无争议的进球效率 拿到了赛季最佳射手的荣誉 奥斯卡特点属于速度快和爆发力强 经常可以在球队陷入比赛僵局时上演力晚狂澜的好戏 所以奥斯卡在中甲效力时就被认为是国足规划热门 为此媒体还专门问过奥斯卡 问他愿不愿代表国足出战式预赛 记者原以为奥斯卡会给出肯定答复 毕竟他要是能被规划入籍 拿到的年薪非常高 结果奥斯卡给出了让球迷想不到的一个答案 奥斯卡表示不愿意规划入籍 只想代表祖国球队出战 当时奥斯卡这番表态让很多球迷都嗤之以鼻 部分球迷认为奥斯卡只能在中甲发挥水平 即使拿金靴也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规划入籍 奥斯卡上赛季代表苍州熊师队出战中超 也是发挥非常差 经常错失毕竟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卡规划入籍的事情就没有球迷再踢了 毕竟奥斯卡在中超都还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表现 整体数据被本土前锋郭田宇和张玉宁都甩在了身后 国足自然是不需要这样的规划球员 在国家队烂于充数 奥斯卡在重压之下 终于在近期比赛中迎来了爆发 本轮苍州熊师队对阵大连队的比赛 奥斯卡充分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平 成为了球队获胜最大功臣 苍州球迷觉得奥斯卡只要持续优异表现 那么他就将在比赛中有出色表现